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1月13日,首先这里有社长雷敏汪 大家好 老酒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卓士真的好 纽西兰议德台阳 大家好,还有我家产生,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订阅 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煞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把齐抗疫平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上出去 这一节就想说回最热的题目 就是最重要的题目 就是美国大选 我们说过,现在战场在宾州 那几个州,大统领失宾州由于失天下 奔直凡尼亚州 他的手下都出了重赏 我现在要出100万美金 要找到fraud的证据 结果,昨天终于公布 在奔直凡尼亚州找到第一宗 第一宗投票的 舞弊案 这个人是一个男人,叫Robert 这位Robert哥在邮寄投票那里 他代替了他的死鬼妈妈死了的 逝去的母亲 去投票 去骗人 而他投的人就是 大统领阿侵侵啊 哦 这样 不是投去拜登的吗 拜登才做假的 大统领说 是 但是 是的 他现在 模仿了他的死鬼妈妈 就是他逝去的妈妈 去签了一张 就寄了出去 就现在要面临1万元的罚款 随时就要蹲这个10年监禁的 这样说 就是非常讽刺啊 就是第1宗竟然就是 投给阿侵的 那究竟还有多少呢 这个就不得知了 那我好欺 哈哈哈 现在在 引为一个笑谈啊 但是现在另1宗呢 就是在这个 喬治亚州 喬治亚州是这样的 共和党是大分裂的 因为他的州长叫做布拉德·布拉德 他在这次投票的时候呢 整个州就有500万张以上的投票 他就说要人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呢 因为他在选之前就竟然 他就和这个民主党就谈 应该给不给这个邮寄投票 他就说给 那么当他用完这个邮寄投票之后呢 现在民主党就赏微票数赢 那么就令到他里面 共和党内部的人就狂喷他 要他下台 甚至 就是因为是这个 因为这个州长 阿布拉德推动 就令到这个州法官呢 推迟这个截止日期 结果由于阿侵在网上 不停地说 这个邮寄投票有问题 他现在受到 这个党内的人责难要他鞠躬下台 甚至他的参议员 都走出来骂他 他里面他那里的 的参议员 就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是骂到他飞起的 而现在呢 这个州长是不停地说的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诋毁这个制度 他甚至是组成了一个委员会 就是以这个检察官和警方 去查所有的所谓非法选民 媒体谣言 和阿侵所说的那些 选举丑闻 总之有这些谣言 选举丑闻不停地上来 由这个总检察长和警方的 的网络部门等等合作 就会立刻去查 一定会查出这件事是真还是假的 不停地去揭破一个又一个的谣言 但是这些谣言仍然不停地缝进来 他里面那些发表声明 就谴责他 你要辞职 这么说 你这次乔治亚州的选举 Georgia的选举 已经成为我们 已经令到我们 整个州都没面子 非常之尴尬 如果是失败的 就要将他的原因 就是如果这一次 这个选举是有舞弊的 严重的贪污舞弊的 带头人 就是州长就要辞职 落台将他排除 这样说 但是这个州长 这个共和党州长就说 我知道现在情绪是非常高涨 因为政治 介入了整个生活 现在我们所有的生活 这个美国这一刻 所有政治已经渗透了入来了 完全政治化 如果我是这位参议员先生 这个共和党 他同步参议员先生 我都会很生气 就好像 那些人打球 打到季后再决赛那种火 走出来一样 因为 我 我 我和参议员先生 所面对现在总统 输的情况都是很生气 但是我们必须要维护 这一个制度 这样说 所以他就现在要用法园 重新点个票的情况 所以其实他现在在里面 就是斗到七彩共和党 在乔治亚州是大内控的 很明显这位州长是一个温和派 而这个参议员是这个激进派的人 所以就是激进派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激进派的人是会攻击的制度 温和派的人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对制度有信心 我们会用尽一切手法去查清一些破坏制度的事 这件事是一个分野 大家香港就明白了 那是好事来的 当事情放在法院 那不是由法院搞 要放在法院 大家就没得争吵了 慢慢就很多事会水落石出的 如果他是一些无理的指控 我自己都认为 最后都会查得出的 究竟有理还是无理 摊出来说吧 没所谓的 很明显这次特朗普的操作是非常之过分的 就是他是为了自己赢 是攻击这个民主制度 他们引以为有200年的投票制度 是完全攻击 要令到他的信誉荡言无存 其实是胡乱攻击的 很多时候是 不过有时 西方社会就认为 法律是可以挑战的 你挑战了之后 才可以找出法律上面 有什么错处从而 再修补 再完善这个法律制度 所以他们也很欢迎挑战的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的态度 你看到共和党就是这样 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很支持特朗普 去扫出法律的 其实很多人都看到他们在炒车 所以没所谓 你要死不让你死吗 其实有部分人是这样的态度 我认为 但是不是全部 有些人真的支持他 不过有些人就是说 你要死就让你死吧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 总之不要影响到我就可以了 没什么所谓 你要死就死开些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认为 彭斯就被阿侵仔骂完呢 他现在就重出江湖了 就说我烧假 昨天就和阿侵走了去阿灵顿公务 拜祭死去的阵亡士兵 我烧假我全力支持阿侵这样说的 他想着死去阿侵哪有那么容易 你以为你是阿独叔什么大佬 是不是 新近就有人查过 自从阿独叔在阿里桑拿州插过阿侵一刀 那狠狠的一刀之后 他有很多人就去了那些极右传媒那里 他那些极右传媒 普通的免费电视是找不到的 你要是去订阅那些台才找到的 给钱订阅才有的 大冀院台 英文版大冀院台现在急升 那些人笑瞎瞎 他就直接开了一个文章 就在那里说 看看这个霍士变蓝色了 红转蓝了 他斥责他 原来是假红真蓝 他那天 选举那天 他明明最红最深红那些人 他们不找他做anchor 跑去找一些温和的人来做anchor 摆到明要拆掉川普台 我讲大意 现在有些黄人 是不停引用电视台说的东西 在Facebook 就说看看 这个就是真相了 看来 这个又是神的真相 看来 真是吹嘴 那我们讲阿里桑拿州 刚刚最新的 阿里桑拿州点了票 就说阿侵 阿侵是输了的 的确是输了的 那当然那些人就是会走出来吵 是 应该就会的 暂时未知 总之 几个钟头前 就已经说了 阿里桑拿州是拜登赢了 确切是他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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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过呢 我看过呢 有人分析 为什么阿侵会输呢 其实就是他衰多口 好 因为阿里桑拿州 是他们长年的参议员 曾经上一届 曾经那届 和挑战麦加奥巴马 那位 刚刚死了的 麦凯恩议员的基地 嗯 一个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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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英雄 阿侵小兵 这个John McCain 他听是Loser 是一个打输仗 不是他被人是俘虏过 是俘虏过 是 为什么被人俘虏 不是零死不屈 这个其实 就是这些 讲这些东西的人 其实思维都是停留了在 Mid the evil times 就是中世纪 是 你阿侵还衰 逃兵役哦 你说什么呀 一个逃兵役的人 叫人说 你打罪不去死 喂 有没有搞错啊 你比Loser更坏 嗯 所以这次的选举 麦凯恩的女儿 其实全程都是支持这个拜登 就是很明显 其实这一次阿侵是 中了很多地雷给自己 哈哈 嘴巴不收 而且见到共和党 就是很明显 共和党现在分开了两个势头 就是生生 他生生代或者生一辈出来的 就是走一些激进一点 民粹一点的 就是这个 这个 旧那一派呢 就是会说维护的制度 不是说要拆大台 现在就是变成 又是拆大台与不拆大台之争 好像香港那样 嗯 嗯 所以现在大统领都要罵什么 他说 他说 现在的霍士 比CNN更加差 他说这句话 我想起 好像郑重泰 罵王毓民 王毓民半边 哈哈哈 这个好笑 这个你又突破盲场 哈哈 因为他本来是阵营 现在他们说 什么 他们说 那些 又已经是说了 他们说 现在是 蓝色同盟 是包含这个 霍士里面 蓝色同盟 CNN 还有NBC NBC 还有华盛顿邮报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霍士 霍士是最可恨的 哦 是啊 其实他本来是自己人 现在插他刀 这些多数以后都会狠狠 狠狠被大统领说 他现在说霍士是fake news 哇 真的啊 这样说也说得出 好嘢 挑战 独叔哦 那独叔有没有回应 会怎么回应呢 还是下次再弄一剂给他叹呢 独叔一般是不会用口来回应的 你不用担心 有时间搞你 有时间搞啊 正啊 独叔从来做事就不会像肥佬黎那些 走到很想 很前的 支持什么支持什么的 他下面那些 那些 那些所谓见不就有时间搞了 你不用担心 独叔是叹人来的 当然 中环都这么多年 这些东西真是大开眼界 哈哈哈哈 我是有小说 我是非常开心的 无论怎样都好 现在说 盛传阿钦就会2024年重出江湖 他应该 他会变成全述中的大奸人 令我想起那个 马丽勒旁 勒旁家族 会不会变成这样的 共和党到最后 都不出奇 但是马丽勒旁 最后都是 永远数不到 永远数不到 是啊 就是了 他数不到是正常 正常之治 就是马丽勒旁 其实太极端了 西方社会 他不是很喜欢这这么极端的 是 就是他始终是中产多 这一次阿钦他 他走出来的形态 是比较 怎么说 越走越激 所以才出事 他的形态是比较恶劣一些的 就是这个也要承认那些人 他那个操作很多时候是很恶劣的 就是阿钦他那个操作 是 就是尤其是这一次 他是推到这么极端 我死都不承认 输了 他是想拼一招 拼到他 就是说坏一点 拜登那边呢 做得很猴急 做得很难看 但是阿钦这一边 更加难看 更加难看 老实说 他现在摆明盘 什么都不做 最认真的是 他现在连对这个疫情都不理 今天是14万 14万个案件 安省都好像说 升到1500宗 对于第二波疫情 他现在是放软手脚 可能是想着两个月 半月之后 你这么喜欢做总统 我留下每天100万案件给你看看 每天20万案件给你看看 看你怎么死 你讲到你可以控制疫情 我就留下这个烂摊纸给你看 但是不是 如果这样 那些烂摊出来 可能拜登就已经烂摊了 可能已经烂摊了 可能已经烂摊了 但是我不管 这次疫情死了 又不是我 我三天后 復生了 他现在玩 我用三天 已经战胜了19 看看你拜登怎么 他用阴谋论来掩盖 说这个是中国来的 是中国和拜登的联合来对抗我的 就是他现在是放软了手脚 真正做事的人我觉得是没有的 他的感觉好像是没有的 但是呢 他的计法就说要到12月14日 那些人就要开始计票 就是那些选举人票 就要齐集来 来选这个总统出来的 除非他是打平手的 如果不是呢 他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制止的 他现在唯一真是拼这个叫做 官司 但是他现在这样搞法要搞到 搞到很难看 不停地说有这个叫 舞弊舞弊舞弊 但是现在主流四大传媒 包括霍士都说没有确实证据 他说现在第一宗证据 就是说原来投李亚侵的 那怎么办呢 我都不知道 非常尴尬 当然啦 我们讲事这么说 听了这个九头军司 十九才子陶杰说 当然没有好结果 是吧 到最后他炒车的机会会有多高呢 因为我们昨天说过 他说有个邮差 他签了那张誓约书 然后华盛顿邮报 就公告就说他是这个缩沙的 但是原来呢 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极右传媒 我不会讲他的名字 废鬼是一句 那里拍了一条片 就说华盛顿邮报说谎 我是这条人 华盛顿邮报说谎 华盛的样子都是很年轻的白人 这样说 那这宗官司 但是如果说根据他们的邮政局 等等的说 基本上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 选举完毕之后才可以查 就是选了总统出来之后才可以查 根据他们的规矩 根据他们的规矩 现在是变得很古怪的 整件事是 我看到那些叫做国外的恨国党 他就说回你刚才说的那个 他说那个邮警是受到华盛顿邮报的 人身攻击 所以才缩沙 不是 他没有缩沙 他现在是走出来 说华盛顿邮报说谎 那些恨国党是不更新的 其实很多恨国党都是欠着这个阿贵的职位 我现在看到几个都是 不开名字 那些普通话频道 其实我都经常看 就是得淡少 当然了 有些恨国党 他就说拜登上台后第一件事 就是炒一个人 就是Miles Yu 大家知道哪个 就是余茂春 就是说他是肥沛我的智囊 那不会那么容易炒的 因为这个余茂春是 就是怎么说是一盏明灯来的 就是他们认为 我说真的 我不是说笑的 我很认真地说 就是觉得 就是现在 美国人觉得他是一盏明灯来的 那是要继续点着这盏明灯去做事 是 就是他们说到更夸张 就是那些恨国党 就是有一批就是贵 说出来的那批人 就是他们现在就说一样 他说第一个就炒了余茂春 之后呢 美国对华智囊 全部就是王岐山的人来的 直接由王岐山控制 这个贵系的人都很有型 即贵系 这个叫做贵系 是不是叫贵系 都是变了贵的人 他们两个 常常吵架 我看到他们很搞笑 其实可能大家听普通话频道 比较少 他们特意开直播去吵架 哈哈哈哈哈 不过好笑的 不过他们要炒花生的 某种种种 就是要咬一下 接着就有点争拗 就是之前有狗咬人 接着有人咬狗 这样看就好看 是 不过人又去买东西了 那只狗继续在乱吠 哈哈哈 每个人就去做Fashion Designer 在这买衣服 这些地方都有的 哪个方面都有这些情况 看开点 现在看 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叫做 什么名字 Real Clean Politics那个网站 又重新说说 说说这个拜登是President Elected 重新说 因为他说他计算了 其实现在这些人就flip来flip去 不用说flip来flip去 这一次是很乱 你总会flip得到的总会完的 只不过时间长一些 因为有大统领搞搞震 死都不肯认输 时间会解决的 我相信 那他的下台阶 其实就是想着 等 讲穿了 其实他们的下台阶 就是 等法官说你是输了 然后他就连法官都骂 你那些法官都联合了对付我的 所以他的下台阶是没有下台阶的 总之就是不认 一生都不认这个结果 一个一个都想我死 那么像是哪个佬 芒果佬 芒果佬的感觉 不是何臣 何臣 何臣又是学字芒果佬 芒果佬两大高徒 两个都是他眼中的反骨仔 一个是哪个 一个是 指责他配叛了 王毓民 指责 不是 郑重泰 第二个是何臣 两大高徒 十足十 四面树敌 八面威风 个个都想害我 可能他和川普都是有一路 可能他和川普都是同一个祖师爷 因为现在做的事很迟 到时大统你可能说什么 媒独背叛了媒独主义 媒独 都可以 连媒独都欺骗我 媒独应该是右翼的 他背叛了右 我才是最右 好像你以前和哈林顿很朋友 他和哈林顿拍在一起 到处码了一些荷里活名人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 都是一个字 你 好了 美国的消息 这一节 都讲到这么长刻 回来还会有其他新的美国话题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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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